好在这一边呢 我们来讲解9.4 Application of Sign Rules, Course Rules and Area of Triangle so我们有Solve Problems involving Triangle 然后这个是Beranghi Focus的参考书啦 by example,Separt 他在这一边他的PQRS呢 是一个四边形 他要找QS的长度 so我们要找QS的长度的时候呢 你就看哎 在这个PQS我只有两个info 然后可是我的这一个啊 QRS他有三个info 两个角度一个长度 这样我就从三个info那边下手 我最少要有三个info我才能够下手 我才能够做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QRS是这样的QRS so我在这边我有QRS 这个是Q 这个是R 这个是S 这边是Bug 这个是76度 这个32度 我要的是QS 所以我这个角度 我用180 然后减掉76 再减掉32 然后拿的是72 ok好 所以他在这一边 这个是72度 所以我们对面除对面 所以我们对面除对面 等于对面除对面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QS除 Sine 72度 等于8除 Sine 32度 所以我的QS等于8除 Sine 32 然后再乘 Sine 72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这个三角形 我的这个PQS这一边呢 我已经 这一边PQS 这一边呢 这边12 这边6 这边6 这边14.36 他要的是QPS QPS 他要的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data 我有三个边 要找角度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CostRoot 所以在这一边 我就有14.36的Square 等于6Square 加12Square 减2 6 12 CostData 所以我的CostData 会是等于6Square 加12Square 减14.36的Square 除 2 6 12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是6Square 加12Square 减14.36Square 除 2乘6乘12 然后拿到的是这样 OK Negative 0.1820 然后我的data 它会是等于Cost Negative 0.1820 然后在这一边 我就Shift Cost Answer 100 100点多度 OK 所以这一个 等于 100.5度 OK 100.49度 然后它要找area of PQRS OK so我有两个边gap角 我就能够找那个 所以这个是14.36QS 这一边 所以我的这一个area of PQRS 会是等于area of QRS 加area of 那个PQS 这一个是120abSign C 128 14.36Sign 76度 加12 这边76度 12 然后刚刚这一边我拿到的是100.49度 这一个是100.49度 这一个是100.49度 这一个是我们的A3 所以我的这一个呃 120 然后乘8 乘14.36 Sign 76 然后拿到的是55点 多 然后再加这一个 就是 乘6 乘12 乘12 Sign 100.49 然后拿到的是35点多 好 这两个加上来 所以它这一个是55.73 加35.40 91.13 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91.13 m2 好 接着还有我们Sketch 这一个PQQPS 然后Such that QP等于QP QP保留 QS等于QS QS保留 然后脚 QSP QSP是这个脚 你要保留 然后 呃 这个 你看啊 角度对面那条比较短 OK 角度对面那条比较短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就圆规插在Q QP 开到P OK 然后角度那对面那条比较短的 ambiguous case 我们就 以角度对面那一条 所以你在这边的时候呢 你的这一条线 OK 等一下我们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耶 好 我们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这一条线我延长 QP我延长 然后我在这一个地方 我的这一个是我的那个原本的 他画 你言归插在这个Q开到P 转过来 那 所以这个是你的PP 这个是你的QP 这个是你SP OK 然后 题目要我们State QPS的角度 so 我们知道 这一个长度跟这个长度一样 然后 刚刚的这一边的这一个角度呢 会是180- 所以180-100.49 所以他拿到的是79.5亿多 OK 所以这个答案是79.5亿多 题目讲State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1分 直接给答案 他不看步骤 OK State嘛 OK State的情况之下他没有看步骤 嗯 所以你看你有写到79.5亿 老师看到79.5亿的时候 他就直接给你对了 好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Example 19 他是一个Great Pyramid of Giza 金字塔 这样 这样的一个金字塔 V是他的顶点 OK 金字塔 然后VM 这个是他中间垂直的那条线 他的height OK 他底部是一个square ABCD 一个正方形 ABCD 这样 OK 然后 然后 他说height 是146.7米 Length of the side of the base 是230.4 这一些都是一样 230.4 还要我们找VC的长度 OK 还要我们找VC的长度 VC的长度其实很简单的 但是他步骤很麻烦啊 首先我们的ABCD 是一个正方形 ABCD 是一个正方形 这个是230.4 然后是一样 所以我可以找到我的AC 这一个 AC 是这一条 然后这一边 这样过来 所以我用Bitrogram 我的AC等于square root 230.4的square 加230.4的square 加230.4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 square root 230.4的square 加230.4的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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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的是325 所以这个是325 所以这个是325 3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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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的那个MC 就是AC的一半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个除2 我拿到的是162.9 ok 162.9 162.9米 然后在这一边 然后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V M C 是一个直角三角星 So 我的V M C是一个直角三角星 这一边 V M C M C 是162.9 然后 M 是146.7 然后 他要找 找的是VC的长度 所以 也是用Pyrogress Deorem 所以 我的VC 等于Square root of 146.7的square 加162.9的square 所以 我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146.7的square 加162.9的square 所以 拿到的是219.2 所以 在这一边 这个 等于 那个 219.2 米 这个就是VC的长度 好 接着他要我们找 area of slang surface of VVC的长度 So 我们看啊 他这种pyramid呢 这四条的长度 都会是一样 ok 这斜着的四条的长度都会一样 所以我的VV跟VC的长度 其实是一样 ok 所以我刚刚的这个VC我找到了吗 ok so他要的是VVC VVC是在哪里呢 VVC是这个 VVC是这个 219.2 这个跟这个一样 然后 219.2 我们刚刚找到了 219.2 所以 我这一边 我有 我要找area嘛 我有 三个长度 我用kilo method so我的s 等于 这一个 219.2 加219.2 加230.4 除2 所以我在这一边 219.2 两个 加230.4 除2 我拿到的是 334.4 所以我的s等于 这一个 334.4 我的a等于 square root 334.4 334.4 334.4 减219.2 然后334.4 减219.2 334.4 减230.4 这样 ok 所以我在我计算机这一边 我就有square root answer 挂弧 answer -21 9.2 挂弧 answer -21 9.2 9.2 挂弧 answer -2 30.4 所以 好大的一个号码 21 48 7.43 m square 然后他要找 c的部分 area of the inclination of triangle vbc the angle of the inclination of triangle vbc vbc 跟base abcd 所以他要这个跟abcd之间的角度 我的abcd是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一个等药三角形 ok 他是一个等药三角形 然后这个等药三角形里面呢 我们在这一边 他要的角度呢 其实是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和这个 之间 这样 这个是他的角度 好 这个是他要的角度 好 所以他要的角度是这一边 这个 这个 你就可以想象他是这样 这个 跟这个 之间的角度 就中间 这个 这个的角度 这样的东西 so 这样的东西 好 就是在这一边 这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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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中间 红色的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这一边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他要的是这个角度 OK 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样的 那这样 这个 是一个等药三角形 跟一个平面之间的角度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 这一个 其实我就直接拿 这一边 他要的是这一个地方 OK 可是我要找这一个的时候 他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 我的这一边 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n 吧 ok 没有 我虽然讲我的 vn 没有他的长度 但是我的 mn 有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这个 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然后 这个是 vn m 我要的是这个角度 然后 这个是 146.7 230.4的一半 230.4的一半 这个是230.4的一半 230.4的一半 230.4的一半 所以我在这一边230.4除2 然后拿到是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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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opposite 和addation 哇 所以我的这一边 tangent tangent 等于 over a 146.7 除115.2 所以我的data 会是等于art tangent 146.7 除115.2 所以我在这一边 shift tangent 146.7 然后115.2 51.8 ok 所以他这一个呢 会是等于 那个 51.86 51.86 51.86 好 51.86 好 在这一边 我就 把 他的 9.4的例子 讲完了 try this 9.4 是的 那一个练习 我别的影片 再来讲